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高铁 每天亏损5个亿 为什么还要不断建设 高铁一直是我国最闪亮的名片之一 既是对外出口的大商品 又是便利民生的大工程 但是投资几十万亿元 不断建设的中国高铁 平均下来竟然每天亏损5个亿 嗨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带来 为什么高铁每天亏损上亿元 我们要不要继续建设高铁 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在1978年10月乘坐日本新干现实的感受 他亲身体验到日本发展的迅速 由衷地希望未来经济腾飞货的中国 能够凭自己的实力拥有一辆高速列车 他感叹道 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就在短短30多年后 中国高铁已经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他远消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碧鲁等地 国内总里程将近4万公里 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 但是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来看 中国高铁2020年上半年亏损955亿元 折合下来平均每天亏损5亿元 全国的高铁全部处于赔本的状态 只有繁华的金户高铁还能勉强保持盈利状态 但是最近金户高铁的表现也不容乐观 2020年它的总利润下降了将近一半 足足80亿元 按理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要及时停止 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国计划用2010年到2040年这30年的时间 建设一个横贯南北纵横东西的巨型高铁网 整个高铁网由19条主要干道组成 除了金广高铁和金户高铁这两条线路以外 其余所有线路建设全部采用磁悬浮技术 为什么高铁每天都在亏钱 我们还是要建设高铁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高铁本身就不能凭票价盈利 高铁每天的运行成本非常高 但是载客量比一般的火车多不了多少 甚至还比不上一些老古董们 所以如果高铁打算用票钱填补亏算 那么每张票的价钱绝对是天文数字 这样一来就更不会有人愿意去乘坐高铁了 毕竟价钱都那么高 还不如坐飞机更快一些 性价比也更高一些 这样一来坐高铁的人便少了 原本建造高铁缓解交通压力 便利名声的初衷也宣告落空 所以我们的高铁票价是国家为了照顾更多中心阶级 在故意压低价钱 亏损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结果 既然高铁亏损不可避免 我们要不要停止建设高铁呢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高铁建设在前期本身就是一个亏损项目 它带来的好处绝不是简单的高铁票收入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平均每在高铁上投入1亿元 可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提升1.8亿元 因为高铁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一两个小时 原本走不出自己城市的小企业 有机会和大城市的公司合作 如果未来我们能够建成覆盖全国的高铁网 那么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会是一次事无前例的超级推动 一个城市的创业人 可以在全国所有城市里寻找机遇 距离不再是限制经济发展的枷锁 而且大家都或多或少了解高铁的三大特点 快速 舒适和严谨 这么一款便宜实惠的交通工具 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平时出远门的交通压力 一方面它改善了我们的出行环境 另一方面高铁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 可以促进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也会制造出大量订单 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为高铁忙碌 让国内与高铁制造有关的产业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现在我国高铁的运营 是要依靠电力来作为列车行进的动力 所以多使用高铁能减少对油气资源的依赖 原本我们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消耗就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国有全世界保油量第一的汽车数量 每年需要消耗的石油资源非常的大 每年我国在这一方面的资金投入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国际油价下降 那我们就能够大量进口油气资源 尽量争取自己的利益 但是一旦这些油价上涨 我国需要大量石油 需要付出的成本就非常的高 这对我国的经济来说非常不利 因为这样会让我们的许多资金被占用 如果我们使用电力资源的话 就会让我们国家的许多资金 在国内可以快速流动 经济发展更快 而且现在我国高铁技术 绝对称得上是世界第一 多建设高铁也可以保证 我国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总的来看 建设高铁并不是为了赚取车票钱 更多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 让我国尽快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所以即使我们国家 在当前的高铁投资建设中 还处于亏损的状态 但是建设高铁背后的长远价值 和国际的战略意义 比这些亏损更加重要 更何况高铁建设一定伴随着亏损 不仅仅是中国会亏损 其他国家的建设 也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国高铁每天损失5个亿 这是说明了我们国家 在这一方面投入非常的大 重视程度非常高 现在的世界各国之间 忽然引发了一场高铁风潮 高速铁路变成了一个国家 不可或缺的设施 成为了彰显国家地位的黄金名片 在国内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同时 国外许多国家产生了紧迫感 就算是一直以公路运输为主导的美国 它也打算建造高速铁路来拉动经济 当然美国的高铁建设和我们一样 也是处于亏损状态 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 这些小损失就像羽毛 根本无法撼动高铁建设前进的脚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闪电哥 如果觉得我说的不错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